今天是2月3号礼拜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再度下跌140点 成交量是1800亿 但是礼拜一今天的下跌 是跟谁有关 跟我们的邻居中国大陆 开市有关 入股开市一开盘就中错了8% 到5盘跌幅超过8% 那经过入股这样的杀盘之后 早上大家都觉得很恐慌很害怕 但是我们反而认为这个地方机会来了 怎么说呢 我们从盘后数据来看 其实我们在早上就跟大家说机会来了 但是盘后数据来看 今天大跌140点 外资在干嘛 外资反而买超12亿 反而买超12亿 那代表说我们今天的研判是相当正确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给这个投资朋友的关键判读 各位投资朋友要好好的仔细看哦 好 那这张图表是上礼拜 礼拜四的时候 此上最大的跌点 有没有 696点 逼近700点 当时我就问大家说 你要思考 股票到底是被谁买走 成交量2800亿 外资投信 自己商融资全部都在跑 股票被谁买走呢 而且他出现的是恐慌性沙盘 从这一天开始跌幅盘中超过400家跌停板以后呢 其实在礼拜五 虽然还有低点 但是就已经没有那么恐慌的气氛出现了 但是我们在礼拜四 盘后解盘 我们就告诉大家说 史上最大跌点 你要思考哦 我刚刚思考说 到底是谁买走 他会创造一个最佳良机 大部分的人都在卖 都想要出脱股票 都想要看股票的时候 赢家往往是少数的嘛 你要跟别人思考逻辑相反过来 90%的人 他的方向跟10%的方向 他是颠倒过来 但是最终的赢家是那个少数人 是那个少数人 所以大家要反而是逆向思考 当然其中有很多道理 有很多原因 不管你是从旧的SARS 跟这一次武汉的冠状病毒相比较 不管是致死率 还是这个传播速度相比较 或者是从总经的角度 其实我们上礼拜都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说了 今天就不要再那么详细解说了 我们直接待会从这个股票方面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哪些族群是有机会的 那你看到这个是31号 31号我还特别在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说 手要绑起来 有没有 再等等啊 这个机会还没有出现 礼拜四是史上最大跌点 没有出手 礼拜五 我还听大家说 手要绑起来 再等一下 这是礼拜四嘛 我们说这个地方400加跌停 礼拜五 恢复理智哦 开始有点技术性的反弹 但是接下来我说会一个反复震荡来回打底主体来回打底主体好那现在就是个打底主体的过程啊好那我们从筹码面跟技术面尤其是今天的技术面好筹码面当然两天融资减少53亿连续四天包含封关前封关日减18亿嘛就减很多了所以现在融资余额只剩下1350而已相当的低筹码很安定哦很安定那再来技术面 拖断跌幅从最高到今天最低跌幅已经超过千点了千点的回挡回测半年线那离这个年线距离也蛮近的而且今天下影线216点有没有非常长出现一个单垂打桩单垂打桩就是杀下去被人家买上来的一个上影线一个下影线啊这个下影线代表什么代表是买方的力量把它买上来嘛 那今天入股开始补跌这就是什么最后赶底这个就是这一波大盘加速在最后赶底的一个阶段了好所以震荡打底主体我们今天才一直不断提醒大家说机会来了好这是大盘哦大盘你看一下目前半年线位置是11280年线是10945你就把它估计 简单记起来就是11000到这个11300有没有啊这个是11100啊11100到这个11300这个位置就万一啊万一这个水准到这个300这个位置 他会在年线跟半年线之间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个做一个震荡打底主体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想既然他出现了单垂打桩 那来回足底之后呢就有机会往上做一个攻击但重点是虽然指数他不会立刻在这里就呈现一个V字形的快速的反转 可是个股呢个股他会个别表现他的呃落底的时间跟大盘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股票他根本就没什么跌甚至于说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长黑K嘛这个696点长黑K有些股票他已经完全回补了哦甚至于还创下波段新高就代表说他 他是下一个阶段的领头羊他这个族群他产业的能见度跟他透明度是很高的不然你自己想一想他怎么有办法创下波段新高率先大盘回补这个史上最大跌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群组早上一大早我们就听大家说机会倒数计时机会倒数计时今天这个是2月3号今天那我们今天中午嘛有上礼拜有填这个表单的时候这朋友我们都特别的 就是发送这个关键判读的简讯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入股今天的反应之后呢哎我们看到连横指都率先翻红了好那这个地方盘中12点钟我们都已经发送简讯通知告诉大家接下来如何解读还有一份关键报告也就是说接下来有什么样子的标的在 我们直接列出了一些标的那这些标的在接下来他是有机会率先冲出去率先表态的那各位投资朋友别忘了要赶快去有登记投资朋友赶快看一下你的手机然后看看这个地方到底哪些股票是有机会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出手了哦我们就出手了哦有哪些族群值得我们出手直接我们留意我们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不一定是里面的啊应该说里面的标的是有很多的啊那我们只是举几档标的那大家可以自行做一个餐桌那这是整个族群我们刚好像这个机体这间机体很多股票是蛮强的 不然像是细晶圆那不然像面板不然像这个被动元件这几大族群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次产业族群那他的这个个股标的是比较集中化的好那这些标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特别的关注那我们今天有一些股票我们已经率先进场做一个买进的动作我们带我们家族成员进场做一个买进那接下来观察重点是什么观察重点很简单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嘛你要观察确诊人数 他这个增速什么时候放缓而且一旦疫情好转哦一旦疫情好转资金会很快速的集中到少数的标的也就是他会他只会去追那些强的标的所以当资金大部分资金集中在少数标的的时候没有这些股票他会很容易一飞冲天而且会飞的很快因为所有的钱都是抢最强的啊比如说机体族群抢不抢比如说这个实权啊比如说这个广影啊比如说这个创建啊 非常非常的强劲那细金有部分也是一样好首先我们从这个上礼拜讲起我们上礼拜1月30号礼拜四大盘还没有开盘那一天杀的正凶的时候其实前一天啊我们在早报也特别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全球第四大细金原厂Synetronic好他中文叫试创电子全球第四大他是德国的厂商大涨12%因为他公布财报 优于市场预期虽然也是烂是衰退的好但是因为衰退的幅度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那当天他大涨12%可是我们看到台北股市的矽金元当天应该说应该说整个台北股市是大跌接近700点收盘接近700点市场最大跌点所以所有的矽金元股票就一面倒嘛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在管基本面嘛没有人在想说这个5G时代来了那接下来这个半导体会好嘛那矽金元的需求会提升 根本就完全没有人理他 有没有所以我们早报列这张图跟大家讲说这个德国的矽金元 创新高大涨12% 一样嘛照叠矽金元照叠嘛 好可是你看一下今天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三天的时间连续三天这个环球金你看今天环球金已经回补了这个空放缺口几乎啦几乎快要回补了 而且今天尾盘还收高今天涨4.5%其实今天很多股票就类似像环球金这样子早上到9点半之前杀低然后开始慢慢红布走高 那为什么9点半很多股票非常多大家持续观察为什么9点半那个时间点是最低 因为大家都在等嘛等陆股开盘就陆股上这一开盘开跌8%的时候所有的这恐慌卖盘全部都砍出来杀出来结果那个地方刚好就最低点刚好就最低点好那我们看一下 除了这个气金元以外环球金以外包含像被动物件我们取这个龙头厂商国具你看国具今天也涨1.4%你看像我讲的一样早上最恐慌的时候杀下去9点半杀完之后很快速的就拉到平盘你看一来回差多少尾盘又收高 所以这个地方虽然他还没有快速回补缺口但是他至少他已经开始往上做一个缓步电高的一个走势他是一个好的开始是一个好的开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包含像这个友达面板厂面板厂不是今年有这个东京奥运嘛再来加上我们武汉就是湖北他是一个面板生产的一个重镇比如说像京东方嘛好那这个地方呢对他们不利对我们就是有利嘛加上奥运的这个需求面板的报价上涨嘛就是缺货跟涨价双题材 所以我们看到包含像友达啦包含像群创啦对都开始往上做走高结果今天友达其实比群创更强 外资投信也买也买什么也买群创嘛那你看友达部分今天是创下波段新高创波段新高你看这个缺口 上礼拜四的缺口在左手边这里已经完全回补了补掉还创新高太厉害先涨8.9% 涨8.9%这个地方还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还特别跟大家分享你要特别留意法人买什么好那当然面板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产业族群应该说产业趋势是很明确的好那再包含像这个广影的部分这个记忆体模组啊你看广影创新高今天也创下波段新高 你看这个早上你看一样嘛同样是早上杀剧9点半杀剧杀最低很多莫名其妙啊就直接砍嘛管他三切之一就先砍了嘛 但重点是我们早上怎么跟大家讲我们说这个是最佳良机结果他拉起来而且收盘是涨3.3%而且你看成交量连续三天是递增的好所以我想投资朋友要特别留意记忆体的部分要特别留意好那再来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了 现在史上最大的跌点 史上最大的跌点跌点结束之后呢你看连续一天两天三天三天的跌幅已经超过了千点接近这个千点从波段的高点到今天低点已经超过千点了好那这个千点的跌幅杀下来最大的这个暴跌之后呢暴跌隔壁他就藏着暴利嘛重点是你要选对股票哪些股票你才值得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进 想做买进首先你要考虑什么产业前景有哪些产业他不会受到武汉肺炎影响 那持续不断发展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分享过比如说像无线耳机你自己想一想 公车上捷运上即便你戴着口罩你还是看到很多人会拿这个耳机在听音乐嘛 好所以无线耳机不受影响5G的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也许短线上中国部件5G的这个速度可能 被稍稍拖缓一下下但疫情一解除之后其实他整个大方向科技的趋势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这目前就是这个最好的一个两层即时了 所以把握两层即时 有没有我们公司推出一个最佳的这个银财神专案 想要跟我们一起把握像刚刚类似矽金源啊被动元件这样子基优的股票的投资朋友好 限额50名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的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最后参考 还没有加入股民当家LINE群组好朋友 赶快我们的那个账号是小鼠HGD5326J 好也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股民当家幸福理财 我们明天见啰拜拜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